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奥运会啊 没有 奥运会的开幕式看了吗 没看 这个是这次巴黎奥运会的 吉祥武 我发不了这个法文叫Fahesh 我读过一年法文但全忘了 它是中文翻成弗里弗里吉亚 它是一个帽子 它是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 那个有一幅很出名的话 打过大革命的话 那个举旗的人就戴着帽子 帽子代表什么的 这三种颜色是法国的国旗的颜色 蓝色白色还有红色 这个帽子代表的是自由 这一次的奥运会 真的是很自由 开幕式 网络上的评价出现一个新的名词 叫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松弛感 松是放松的松 磁是磁成江城的那个磁 松弛感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一开始我看我没有看全部 但我看了一个部分 一开始看我觉得真的真的是不错的 在赛纳河边 然后运动员都坐着一艘一艘的船 很有创意 这第一次 去年我跟师母去法国 在赛纳河也坐过那个船 真的是非常的美 非常的好 挺松弛的 我也觉得很松弛 但是看到后面的有几个场景出现的时候 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著名的解说员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说 他就沉默 我相信大家看过的就知道我在说 就沉默 我在想如果我带着 我的孩子已经很大了 如果我带着一个十岁我的孩子 十一岁我的孩子 在看这个开幕式的时候 我会不会有这个松弛感 还是说我会越看越紧张 可能我带着我的孩子就离开 这个电视的屏幕 是我太落伍了吗 还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变得 我们不能够接受 所以我特别提醒我们国语堂 有小孩子的 如果你带孩子看这个奥运会开幕式 很好的 我们关心国际上发生的事情 体育精神 但是你一定要陪他一起看 特别是看到这些的场景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告诉他 带孩子来教会 同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巴黎 这是第三次举 举办这个奥运会 上一次在 刚好在一百年前 1924年 那个时候 我相信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一定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个白米赛跑 白米赛跑通常是我们 非常关注的 随时跑的世界上最快的人 就是白米赛跑 跑的最快的人 那个时候有一个运动员叫Eric 中文翻成李爱瑞 Eric Lindell 他在1924年的奥运会 他报的是白米赛跑 但是当那个比赛的schedule出来以后 他决定退赛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这个 他的比赛那天安排在星期天 星期天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日子 所以他决定 在schedule出来的时候 他决定退赛 他参加另外两个 他并不是很擅长的 400米和另外一个项目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让我们会停止聚会 如果一个运动员 要参加奥运会 他训练了很多年 他因为星期天不能参加崇拜 他所以退赛 他好像没有自由 我们现在的奥运会很自由 什么都可以 他好像是没有自由 他也当时受到了英国皇室 很大的压力 他自己的训练的 一点点时间训练的变化 和他的面对媒体的压力 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他收到一张纸条 一张纸条 谁给他是圣经当中的一句话 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他 没有人回应我 说明你们废不出这句经文 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他 他得夺得了一金一桶的 在不再擅长的这个项目上 得夺得了一金一桶 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 拍成了电影叫烈火战车 到底什么是自由 是那些乱七八糟的 不堪入目的场面 还是说 我有不去做那件事情的自由 我想不去做 我就可以不去做 保罗在这里讲到两种人 那有一种人是没有自由的 那就是奴隶 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奴隶 保罗在第三章的结束的部分 他告诉了加拉太的信徒 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 我们是靠应许得救的 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主要的内容 他说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都是因性称义的 所以保罗在三章二十六节 开始讨论这两种身份的人 他们有什么不同 一种是儿子 一种是奴仆 儿子和奴仆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我们没有奴仆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的家庭 比较条件比较好 可能会有这个用人 保母或者说用人 儿子跟保母有什么区别呢 通常儿子回家吃饭是天经地义的 他不干活都可以吃 用人呢 当然他也可以吃饭 但是用人他要干完他自己的本职的工作 他要你雇他做保母 一天做六小时 做几个小时 他要做完自己的工作才可以 得到你的他的报酬 儿子不需要 儿子他今天回来不高兴 什么是躺在床上 你朝吃晚饭的时候 你还是会叫他 儿子吃饭了 我不是鼓励 儿子不吃饭 我盼望就是我们培养出的孩子 都可以能够 能够能够帮助家长来做一些的家务 但是儿子在家里面有饭吃 不是因为他做得好 不是因为他干多少家务 而是因为他的身份 那用人不同 保姆不同 保姆他们在家里有饭吃 是因为他们干活 是因为你请他们 付了他们工钱 他们要干活 所以他可以得到他的 他应得的那个部分 所以有一个问题 你们愿意做儿子还是做奴仆呢 我想大家都会说 肯定愿意做儿子 我不愿意做奴隶 我肯定是愿意做奴仆 做儿子 奴隶制度已经没有了 但是那是在美国 美国的废奴是在 应该是在186几年的时候 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 林肯发表的解放奴隶的宣言 他强有力的推动了奴隶的解放运动 之前美国在独立宣言的时候 就美国成立这个国家 1776年独立宣言的时候 独立宣言当中有13个州 法律上写得很清楚 是奴隶制度是合法的 经过了一百多年 林肯总统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 正式的推翻奴隶制度 奴隶制度在美国结束之后 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美国 就产生了 但是你去看美国的历史当中 美国奴隶制度结束之后 对当时的奴隶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当然是好事 因为这些特别是黑奴 很多都是黑奴 就是从非洲那边 是长期他们争取自由的一个结果 来自是不易的 但是后来这若干年 对奴隶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其实在马丁路德金 发表那个很著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们我有一个梦想 种族歧视的问题 是在废除奴隶制度之后 又过了很多的干年 奴隶虽然获得了自由 但是获得自由的奴隶 因为他长期的过着奴隶的生活 他已经习惯 给他自由以后 他不知道怎么生活 他已经习惯了以前的那种的生活的方式 突然让他们换一种的生活方式 人是会不习惯的 这是一部电影 The Sean Shark Redemption 中文翻译 肖克 肖生克的救赎 其中一个人物 你看过 其中一个人物叫 电影叫老布 老布 他年轻的时候就进监狱了 很年轻的时候就进监狱 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就 慢慢就负责这个图书的管理的工作 你看他在图书馆工作监狱里面 笑得多开心 很喜乐 很开心 我不知道这个喜乐这个词用的对不对 但是很开心 他在监狱整整服刑了五十多年 终有一天他获得自由了 监狱长说你的刑期到了你可以回去了 他出狱了 他坐在公交 出狱的公交站 你看这个眼神 充满了忧愁 充满了恐怖 然后他去找一家超市上班 也不知道怎么弄 他不知道怎么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 没多久他就在那个 Brooks was here 就在那个地方 自己把自己吊死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很巩刺的事情 为什么获得自由的这个老父 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服行了五十多年 应该出狱的那一天 是他最盼望的那一天 人重新获得自由 人一旦适应了某种的环境 生活 你如果突然要他改变的话 会给你心理上带来一种巨大的恐慌 在监狱当中 这个老父有自己的人脉 他是不是 那些的监狱的狱 有个人很尊重他 还问他要这个书 要那个书 他觉得他很有自己的价值感 虽然没有自由 但是他习惯了那样的生活 同样在美国黑奴的奴隶宣言 发表之后的若干年 那些的奴隶生活充满了恐惧和困难 获得自由的奴隶们 其实他们还是活在奴隶的生活当中 他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 他们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们要接受教育 他们要学习谋生 以前他们只要干活 干完活就有饭吃 虽然没有自由 虽然很被古代 但是这些事情他们都不用想 他们要面对获得自由 他要面对自己来支撑经济的困境 他们要学习 他们要受教育 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当中 那些在埃及被法老奴役了四百多年的以色列民 好几代从爷爷到祖爷爷到儿子到孙子 四百多年很多代都是奴隶 他们在埃及法老的苦遇之下 叫苦连天 圣经怎么说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是看见了 因为他们受到都公的管辖 所发出的哀声 我听到了 他们很苦 然后上帝就呼召摩西 带他们脱离法老的管辖 降下实在带他们过红海 终于自由了 终于脱离了法老的奴役 很快他们开始抱怨 他们问摩西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这个地方领出来 那个地方有肉吃 有黄瓜 这里没有水 天天吃那个很差的东西 我们要回去 我们宁愿回去做奴隶 所以你要做儿子还是奴隶 还是一个question 保罗在这里大声几呼说 我们都是在曾经在律法之下的 我们都是犯罪的人 我们律法的功能是让我们知道罪 但是我们同样知道 我们好像不能停止犯罪 律法让我们知道罪 但是律法不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他说如今你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 神的应许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因着你们的信 算为一个义人 因信称义了 而且因着你们的信耶稣基督 你们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儿子 你们有了新的身份 但是你们这些加拉泰人为什么又要回到以前 要去受律法的管辖 奴仆是需要工作的 需要靠你自己的行为 才有可能有饭吃 但是做儿子的是不需要的 我们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所获得的不需要靠我们的行为 而是上帝的应许 因为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凭着上帝给你的应许 你一定会得到父亲给你的这个产业 保罗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 都是上帝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录基督 就是披带基督了 你们信了耶稣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 新的身份一个新的身份的象征 保罗很喜欢用这个词 披带 这是其他的圣经作者没有用过的这个词 披带 保罗在罗马书也说过 总要披带主耶稣基督 不要放纵情欲 在语族所书 他也用了类似的这个词 一定要穿上新人 披带穿上 穿上一件东西 穿上一件衣服 代表你一个身份的转换 像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是龙袍 你可不可以穿呢 现在可以穿 你随便穿 但是如果在乾隆皇帝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穿的 你肯定被砍头的 这个是红领巾 红领巾代表什么 代表你是一个少先队员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就问我妈妈要 因为我当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妈妈是我的单主人 她不给我 我们小学一年级 那个陆烧天队是特别优秀的人 她就给班长 红领巾代表 代表我们是共产主义的 蜘蛛侠穿了这个衣服以后 她就变了一个人 她就会去 她有一种特别的身份和能力 她就去除恶扬善 帮助有需要的人 看到这个 我们国语堂 夏林营的衣服 教会的衣服 夏林营的衣服 我们国语堂 师班唱着在唱歌 她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是一群 从VCAC国语堂的基督徒 代表我们是一群服侍上帝的人 代表我们是一群 每一周都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的基督徒 我们是一群有信仰的人 我们属于这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批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从前是奴隶的 批代基督就是成为了一个跟随基督的人 成为了上帝的儿子 不管保罗说 无论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在28节经文 他说无论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他用一种强烈的对比 犹太人 外邦人 希腊人 自由人 奴隶 为奴的 男的 女的 这几种身份 我们读着好像没感觉 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 一个是非常高贵的身份 一个是非常低微的身份 外邦人 人家说 那些狗都不如啊 当时的法利塞人每天的祷告 感恩的祷告是这样祷告的 他说神啊 谢谢你让我成为犹太人 没有成为外邦人 让我成为一个男人 不成为一个女人 让我成为一个自由人 不是一个奴隶 而保罗在这里说 无论你以前的身份 多么的高贵 或者说你以前的身份 是多么的低微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 在基督里的地位 我们都成为了上帝的儿子 因为你们在耶稣里都成为 你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的地位 带来的就是将来 你要承受天父的产业 保罗接着说什么 既然你们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儿子跟奴隶最大的不同 你看着好像 他们坐在一个桌子上 吃饭的时候 最大的不同 将来儿子是要承受这个产业的 奴隶只是一个暂时 在这里做工的人 在小的时候你看不出来 因为小孩子的时候 他还没有得到他的产业 所以保留接下来说 他说儿子能够承受产业的 是要等到他长大成人之后 在小孩子的时候 他还不能够 他说孩童跟奴夫在小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 为什么他指的不是说是身份 他指的是在承受产业这个部分 因为儿子在孩童的时候 仍然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这个词我们上一次讲到 我们讲过是启蒙老师 迅蒙的师父这个意思 儿子是将来要承受产业 但是在他小的时候 他还没有使用这个产业的自主权 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 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之下 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输出来 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意思就是说 等到他长大成人以后 他才可以继承他的产业 儿子是可以继承产业 但是有个条件要等 等到孩子长成成人 不再受世俗小学的时候 不再受律法管辖的时候 不再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但是等到你认识了耶稣基督 等到你脱离了世俗的小学 等到你不再受律法的管辖的时候 那个时候到的时候 你儿子就凭着应许承受产业 所以我们家里面 我们做父母的 有的时候特别是年纪大一点 都要考虑 我们的家产分给谁 如果孩子多 你不会在小孩七岁的时候 十岁的时候就把家产分给他 因为你知道什么 你要给他以后 他不会管理 太小了 他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产业 耶稣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 他说一个人有两个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已经长大成人 你把我应得要继承的产业分给我 那父亲就分了没有 他分给了小儿子吗 对 他也分给了大儿子 你看这个经文里面 他说 你把应得的产业分给我 然后父亲就把他的产业分给了他们 因为有两个儿子 所以大儿子也分了 小儿子也分了 我们中国人不会这么做 中国人通常要等老子死了以后才分给你们 现在如果不孝顺我还不给你了 对不对 犹太人好像不会这么做 要分就分 反正迟早是你们的 宁愿早点给你们 如果你们已经长大成人 宁愿早点给你们 让你们好好的去学习如何来经营 但是这个小儿子就不知道如何经营 他拿了继承的产业去了远方 他有了对自己继承产业的自主权以后 任意的放肆浪费制裁 很快这个钱就用光了 那这个小儿子我们看到 从他的行为来讲 他根本就不配做儿子 对不对 他不配做儿子 他只配做奴仆 那所以他就做奴仆了 因为他钱花完了以后 他怎么办呢 他去找工作 找工作早也找不到 找不到工作 因为那个说经济不好 COVID经济不好 工作很难找 所以他找到了一个非犹太人的工作 因为让他去喂猪 犹太人不会养猪嘛 非犹太人让他去喂猪 然后饿得不行了 因为我们拿工资 可能是先要干活才能拿嘛 对不对 他还没拿到工资之前 没饭吃饿死了 他就吃那个猪的食物 本来是儿子 离开了家 成为了奴仆 在家中有产业 现在离开了家 成为了别人的奴仆 成为了他以前看不起的那种 人的奴仆 还好这个儿子在饿死之前 他经文说他什么 他醒悟过来 他醒悟过来 他是做了什么事情 他是说 哎呦 我要发愤图想 我要勤劳的打工吗 我要去 想出一些什么 商业的妙计吗 不是 他醒悟过来 他想到了一个人 他想到了一个人 他想到谁 他想到了他的父亲 他想到了他的爸爸 就像我爸爸有那么多的奴隶 故宫这里 我爸爸有那么多的故宫 口粮有余 难道我在这里饿死吗 与其我在那里 这里为外邦人打工 为给他喂猪 做他的奴仆 我还不如回到我的家中 做我父亲的奴仆 总好过在这里 做他的奴仆 这个小儿子 那个醒悟这个意思 就是反复的思想 他反复思想之后 他采取的行动 就是回到他父亲的家 小儿子回到他父亲的家 他要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佑 我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你把我当一个故宫吧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你把我当一个奴仆吧 的确他真的 他的行为 真的不配做他的儿子 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儿子 回来骂死他 小儿子的道歉当中 你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那个称呼 父亲 爸爸 很多的时候 当你的孩子 我女儿有时候做错 小的时候做错事 她眼睛含着泪花 一叫爸爸 我说什么事都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没事了 做父亲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 只要我们开口叫阿爸父 我们的问题都解决 耶稣在教导 他的门徒 祷告的时候 他怎么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既然称为父亲 我们怎么会是奴仆呢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猜他儿子的灵 进入到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从此你不再是奴仆 乃是儿子 儿子就是儿子 奴仆就是奴仆 那个儿子回到家中 他想做奴仆 但他的身份就是儿子 虽然我们从这个 小儿子的行为来讲 他完全的不配 但是你配吗 我配吗 可能我们都不配 当父亲看到这个 不配的儿子回来之后 父亲的表现是什么 他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 与他亲嘴 说父亲我得罪了 天得罪了你 这个爸爸吩咐他的仆人说 把那些袍子 给我拿出来 那间我儿子的袍子 给我拿出来 把我的戒指给他戴上去 把鞋给他穿在脚上 批带基督 穿上新人 穿戴这个词 保罗在这里 讲到的就是 儿子有儿子的穿着 批带基督就代表 我们不再是奴仆 乃是儿子 儿子就是儿子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么好 你考试考了一百分 爸爸说 哎呀你是我的好儿子 你考试考了五十分 他一脚把你踢开 你不是我儿子 不会这样的 考不好就不要回来见我 哎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 我家是住在农村的 大家都知道 虽然我住在农村 但是我妈妈是乡村老师 我爸爸是退伍的军人 所以我们家是没有地的 但是我们住在农村 所以我的亲戚都有地 我每次考试成绩不好 我爸爸总是这么说 以后将来种地 然后就把我赶到 我亲戚的地那里 让我去那里种 差一样了 我就站在那里 他是想让我 常常鼓的 我的亲戚全部都知道 他也不敢让我差一样 没差把那个秧全弄坏了 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 可能是这样 但是儿子就是儿子 不是考一百分是儿子 考五十分就不是儿子 我们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将来要承受上帝的产业的 你不用努力 你不用拼命地去做什么事情 你也不要活得像个奴隶一样 这个时候这个故事 耶稣讲的这个故事 第二个人物出现了 就是那个大儿子 那个大儿子 那个大儿子是很努力的 那个大儿子非常努力 他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呢 在那个田里面 我们记得我刚才第一个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这个产业他分给了谁 分给了他们 不是他 分给了大儿子 小儿子 大儿子也拿到了产业了 这个大儿子 我们可以看到 他虽然好像有儿子的身份 但是他却是怀着一颗 奴仆的心 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在田里干活 他很努力地在干活 我想他比以前更加地努力 因为那个弟弟走了以后 家里的很多重要的活 都要他干 更加地努力 大儿子在田里经文说 离家不远 这个经文对比很强烈 这个小儿子离家很远 跑得很远 离家不远 然后人 这个 普人就过来告诉这个大儿子 他说你的兄弟回来了 无病无灾的 回来了 你的父亲把回牛犊宰了 正在庆祝呢 那个大儿子听到这个消息怎么样 反应 哎呀气得不得了 怎么可能这样呢 生气 虽然是他的弟弟啊 他可能心里面这么骂他 那个烂人啊 花完了老爸的钱 那个烂人又回来 来吃 骗吃骗喝啊 奴夫的心就是这样 很容易比较 看谁做得好 看谁做得多 如果你 我们打工就是这样 上班的人 如果你做得好 就升你的职 加你的心 如果你做得不好 就炒你的鱿鱼 儿子不是这样的 继承产业不会这样 不会说 哎呦 谁做得多 我就多继承啊 谁能干都 多继承一点 继承产业是凭着身份 而不是行为啊 这个这里的大儿子 他在门子的心 他他讲的话啊 他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三羊羔 叫我的朋友一起的快乐 但是你看你这个儿子和窗戚 吞进了产业 他一来你到位 他宰了产业 什么叫我服侍你 本来是父亲的产业已经给你了 他还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 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违背命令 这不就是奴夫的心 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三羊羔 我相信这个父亲 他不是两重性格的人 他能够对他的小儿子那么好啊 如果大儿子要载一只三羊羔 他的父亲会把他踢出去吗 和朋友一起快乐 难道快乐 你快乐 你的父亲会不高兴吗 会不同意 父亲怎样回答这个大儿 他说 我的一切 最后三十一夜 他说 我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都是你 我们是儿子还是母子 似乎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我们不会傻到再回去做奴隶 听起来这个回去做奴隶简直不可思议 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在责备这些加拉派的教会的人 你们是无知的加拉派人 你们是信上帝的人 他在经文里说 神差了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身在律法之下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把你们这些从律法之下的人能够救赎出来 以至于你们不再受律法的管辖 不是说律法没有了 他说你们不再受律法的管辖 而是受一个更高的 更主动的一个管辖 圣灵更主动的得到了儿子的名分 他说经文说上帝就拆了他儿子的灵 像耶稣的灵 上帝的灵 圣灵来到我们的心 于是我们的生命就受圣灵的掌管 不再受律法的控诉 我们的生命就受了圣灵的掌管 不再受律法的控诉 从此以后你们就不再是奴隶了 而是儿子成为神的后世 在外面我们替代耶稣 我们不是替代狼皮 羊皮的狼 我们替代耶稣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 在里面我们有圣灵的掌管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十六节 说你们所受的不再是奴夫的心 忍是害怕 奴夫的心是害怕 所受的来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父叫阿爸父 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 同时的证明 我们是上帝的神的儿女 抱着奴夫的心 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害怕 你会恐惧 你会受到控诉 你怕做的不好 你怕上帝不爱你 你怀着一个交障的心 患得患失 如果你是儿子的心 我们就确定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 我们是因信称义 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保罗讲了一句最重要的话 所以你们是因信 耶稣基督都是圣地的儿子 因信称义这个词 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当中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会 这个词完全没有错 但是会一点点引起一点的误会 因信 我们中文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是因为相信 because believe 但是在这个英文圣经里面 不是这样翻的 因为我的相信 所以我成为上帝的 也没有错 也没有错 但是他的主要的部分 放在了主词 放在了我 因为我的相信 所以我成为上帝的 信这个词在这个中文 信这个词在这个原文当中 有可以翻译成几种意思 一个是相信 一个是信心 face 信实 比如说翻译成信实 如果说这个词翻译成信实 信实 然后把这个主词 放在耶稣基督这边的话 也可以 这样去理解 耶稣基督的信实 英文through the faith 或者说by faith in Jesus Christ 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实 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 这样翻译的话 我们把这个重点 放在了前面这个部分 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 因为上帝的应许 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 当然我们要接受 我们要相信 但是你看到这个主要的部分 跟这个辅助的部分 我记得牧师 但是牧师讲的那个 但是牧师讲的那个 God is not only my necessary God is much more than necessary 就是上帝是很大的 上帝是很大的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信实 我们的信 我们的信也没有用 我们的信不是主导 主导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 耶稣基督的信实 是我们信心的源头 我们的信心被上帝认可 以及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实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高举我们的双手 来接受上帝的应许 神要做我们的神 而我们要做他的子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约翰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感谢神 我们既为神的儿女 上帝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将不再受律法的控诉 我们将会被上帝的灵所充满 我们将会被圣灵所掌管 多出荣耀的一生 我们接受的一个标志就是 我们可以称呼 我们在天上的灵 祂为阿爸我们的父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本来都是奴夫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犯罪 我们本来都是罪的奴夫 受着律法的管辖 但是我们知道 律法不能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但是如今我们因着相信你 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实 因着上帝的应许 我们愿意称呼你 我们在天上阿爸 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努力 而是你的儿女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脱离罪的同法 胜过罪恶 多出自由的人生 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主 阿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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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